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真的是非常有感触 神自己就是这个影片的导演 我过去只是一个普通的平面摄影师 我并不是一个专业的导演 我只是非常喜欢电影而已 在08年的时候 我自己向神做过一个祷告 我说主 如果我这一生能够跟你合作拍一个影片 是你自己亲自导演 是见证你自己 荣耀你自己的我就满足了 那个时候 自己做完这样的祷告 好像就是因为没有觉得它能够实现 自己也就忘掉了 但是神没有忘掉 后来在影片已经做了一年多 一年半的时候 有一次声明提醒我说 这就是 你还记得自己的祷告吗 这就是我跟你合作的一个影片 那我也后来也是神不断地开启我 让我知道神是 真的是在这个时代要留下这样的一个宝贵的见证 成为教会的一个所谓的财富 那神也要借着这个影片来对中教会说话 所以 当我们如果下午我们留下来看这个影片的时候 真的是我们需要用我们的灵眼来看 来明白神要向我们说什么 因为这位妈妈真的是 她不仅是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 关键是我们从她在那样的环境当中 她面临着就是 就是在那样艰难的环境当中 就是她的喜乐 她的高强 她和神的那个关系 是非常的宝贵的 她给我的影响是很大的 那我跟她 因为要拍摄她 所以我有很多的时间跟她是相处在一起 因为我必须要 要跟她甚至是一起生活在一起 那从她的身上 我真的是看到 她是耶稣基督的心腹 她不仅是一个圣徒 她真的是神的一个心腹 这个也是 对我的生命影响很大 那我在这几年被带领的过程当中 我必须要专心地寻求神的带领 就是 因为我也不是做这个影视专业的 那神也没有把我放在一个影视专业的 这个领域里面 也没有让我在 就是说 我所在的教会当中 也没有人懂这个影视行业 在最后后期制作的时候 其实 牧师虽然非常支持 但是没有人知道这个需要有多大 所以我只能凭着信心来做 神让我就是 脚要先踏进月旦河去 所以每一步 就是在没有任何经费的情况下 就是凭着信心 然后等候神的供应 牧师也是在教会当中 在教会当中 会每一次的分享 然后呼召大家的奉献 那神所赐下的这个后期制作的费用的数字 到最后真的是完全的符合 最少的就收到过20块钱人民币的这样的 但是神看重就是 神是看重就是每一分奉献啊 就像那个五饼二鱼 也就也像这个寡妇的那两个小钱一样 神愿意更多的人来参与进来 所以在 嗯 嗯 影片我自己个人就是拍摄 当然是我自己就是 那个五年半的时间 全部是我自己在付出这个时间啊 还有金钱 那后来因为到制作的时候 我实在是没有拿不出这个钱来了 那就是靠这样的大家的奉献 才完成了这个影片 那在两年前呢 就是我已经知道 就是这个影片会获奖 这也是神就是给我这样的意向啊 用意向来鼓励我 带领我 不然的话我也坚持不下去吧 不然的话就是 因为太艰难了 太孤单了 就是影片没有做出来之前 没有人知道你在做什么 我也不是教会服侍的 我也不是站讲台的 那没有人知道你在做什么 我也 我也没有办法去呼召奉献 这个我想会引来这个误解啊 很多的艰难 很多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有很多的伤害 那神就是自己来 亲自的来医治我 亲自的来释放我 甚至有几年 我没有教会 因为离开北京那几年 离开教会呢 就是也得不着关注了 因为教会走了就走了 那你知道 国内很多的家庭教会呢 我们都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 那都不是多么的健全 教会有的时候牧者 那可能就是每周来一个讲道的 就是这样 那回到山东呢 那一段时间 那因为当地就只有一个三字教会 我也不是很愿意去 所以呢就是几乎就是没有任何的支持和这个关注 那就是神亲自来带领和牧养 在16年我开始 我知道神要我自己来去完成这个后期制作的时候 我参加了一个在北京的一个国际纪录片的一个 就是一个研讨会吧 就是一个影展会 那个是 二十多部国际获奖的纪录片 在一个星期之内看完 并且我当时还参加了一个 就是他们这个制片人和导演 就是大师班吧 来听了几篇课 那当时我在看这些影片的时候 神就是在里面就对我讲 不要小看自己 这个所拍的这个影片 这是我跟你一起合作的影片 就是 这个里面是有神的恩高的 他 因为我那个时候我还是有一些不自信的 哎呀我觉得 因为有很多的瑕疵 我只有一个简单的设备这些年 然后呢 中间当然我也会有别的 找别的人帮忙来拍一些 因为我自己会介入在这个影片里面啊 也有我自己的个人的一些镜头 这个时候我是要请朋友帮忙的 那 呃 因为在录音上面呀 都不是什么专业的设备 所以后期存在很多的瑕疵 我 我是其实一直都不是那么自信的 但是神就一直鼓励我 就是你不要小看自己所拍的这个 那 这里面是有神的恩高的 还有就是让我看到 虽然很多的影片他们投资很大 呃有有制作很精良 但是在神的眼里并没有什么价值 呃也是神也让我看到真的是 到这末世的时候了 就是 呃我们要不以福音为耻吧 就是我在这个影片里面 我们不仅是展现就是这个老人的这个见证故事 而且更多的是传达一个福音的信息 所以他在教会内部使用的时候 可以鼓励更多弟兄姐妹啊 我们的生命啊 嗯 来来来得着激励 那还有面对社会 他可能是一个就是宣教片 他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影片 对 呃 呃所以神自己是很看重的 呃 我知道神要使用这个影片 哦 嗯 剪辑完成以后 去年十月份是在耶路撒冷播放过一次 那当时 呃 全场一百多人真的是看完影片之后 大家就归下流泪的痛哭悔改 因为这个生命却是非常的像一面镜子一样 他来光照我们 而且是呃 那不同的人看到他有不同的一个感触 不同的触动 每个人都得到不同层面的这样的一个碰触 嗯 甚至有的人告诉我 他看完了以后 他说我婆媳关系得到改善了 哈哈 这都是我没有想到的 那还有的 嗯 嗯 那还有的 有更大的一个看见 他们看见 哇 这真的是一个 啊 不仅是一个人物见证 它还是一个 中国教会 呃的成长的一个缩影 啊 因为这个老人 他从六岁的时候 呃 就是 精神受到刺激啊 就是 在那个抗战期间 呃 他的家族里面 呃 一天之内有四口人被打死 所以他当时 就精神受到刺激 就就成了精神病 一直到五十岁之前 他都是疯疯癫癫的 所以 这个影片就是 神医神让我看到 他背后的一个意义 真的是 在这个魔鬼的压制当中 得到一 得到释放 得到医治 然后他那样的去渴慕寻求 然后经历很多的逼迫患难 然后他又像一粒种子一样 他在撒住 然后最后他是一个得胜的生命 然后走向荣耀 这也是我们华人教会的一个命定 就是让我们看到 这中国要成为 呃 上帝的一个工具 要在最后 要完成他的历史使命啊 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 人物的一个见证 但是一个 却是我们中国教会的一个缩影 呃 让我们的这个教会 就是得着 成为一个属灵的财富 还有就是 他可以帮助我们 激励我们 每个人的生命啊 让我们回到起初的爱 他是我们的一个榜样 但是 神就是不断的开启 也是照着我的承受能力 和接受能力来开启我 那当这个影片完成以后 啊 刚好就赶上就是这个 啊 2018年 基督教国际电影节的这样一个 一个时间点 所以 我只能参加这一个 就赶上这个时间 其实因为 电影节有非常非常多 有大概一年 全球有上万个电影节 可是的时间点 就只能赶上这个 我想参加 更有影响力的电影节 但是时间是不可能的 就是不可以啊 所以 呃 我想这就是神指定的 也是神要使用的 嗯 一个一个电影节 呃 因为他是我们主内的嘛 是有意义的 呃 在这个 颁奖期间 真的是 也是惊心动魄 我看到有很多优秀的片子 有非常大的制作的片子 但是 呃 呃 最佳纪录片 可以说是最有分量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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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一个板块 嗯 呃 虽然在意料之中 但仍然是 呃 因为竞争性很大 也仍然是 惊心动魄的一刻 但是神是信实的 因为 他之前就已经告诉我了 啊 以及已经 我心里面是有底的 嗯 但是在这个经历的过程当中 就是我我仍然要 要凭着信心啊 嗯 嗯 在这个电影节 我来这里之前 其实我刚完成一个四十天的进食 神也是呃 呃 神也是呃 呃 呃 一些代导者 每一天 我说有这么多的人 为这个 七大领域来 来来祷告 也有很多的人 专门为媒体 娱乐领域来祷告 我说还用我来 我觉得我不是个代导者 我说这些年我 我都付出这么多 我都付出这么多 我在跟着神来完成这个影片 我 我不觉得我是一个代导者 啊 那 神感到我说 没有人能够替代你个人的祷告 啊 那神因为呼召我要在这个媒体领域里来做 就是没有人可以替代你自己的祷告 那 我就看到就是神他的 他的信实 啊 和他的这个大能 因为完全是 我没有任何自己可夸的东西 就是我非常非常的普通 我是一个平面摄影师而已 但是每一步就靠着圣灵的带领 如何去讲述这个故事 啊 如何去制作 都是在他的带领启示当中来来进行的 嗯 那我也看到就是 为什么神没有用那些专业的呢 因为也有也有很多这个 在这个主内的做的 媒体领域的一些专业的这个电影人 但是 呃 中间也有人介入过 但是神没有办法使用 真的是 让我看到就是 如果让神掌权的一个施工啊 我们真的需要全身心的来寻求圣灵的带领 而不是靠着自己的人的意思和能力 但是当我愿意这样降伏在神的面前的时候 就是我个人的经验还是要被他使用的 就是我的能力 我的恩赐 啊 你有的知识 你的才华 还是 神还是要用的 但是我一定要 就是要跟神联合 要用在他的 就是要按照他的旨意来让他使用 而不是说我靠着我自己的能力去完成 那如果我过去 呃 就是一个专业的导演的话 我很可能 就提前完成这个影片了 但是那却可能就不是神要的 所以 呃 一个纪录片 它是要花很长的时间啊 就付时间的代价 啊 来完成的 甚至要按照你要按照谁的节奏来完成的 所以在这个经历的过程当中 我深有感触 就是要照着神的时间点 啊 很多时候 就是我可能要花很多的耐心去等候 等候神 这段时间可能什么都没有办法行动 没有办法做 嗯 那当神你就愿意等候 就是神的时间点到了 哎 他要感动你 要出去 要出去去采访 要再去记录的时候 就是那个效率就非常高的去完成 嗯 所以 嗯 我非常感恩就是 我自己 嗯 当然这个片子 我们更重要的是 下午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老人的这个故事啊 这个 神的圣徒的故事 那我个人呢 就是神有感触的 就是 看到就是 嗯 一切真的是要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 就像旭妈妈 她自己 在那里 她做了 做的这个事情 多少人感动 但是她 一直讲的就是 这不是我做的 这是耶稣做的 啊 这是耶稣做的 嗯 她真的是活出就是一个在地如在天的一个生命 啊 就是在那样的一个废墟 一个旷野的环境里面 她 心欢喜灵快乐 啊 她就是充满了 呃 她被圣灵充满 每一天的这个 这些图地 嗯 是因为日本有一个事工 他们要到山东去 嗯 做一个 就是 就是 他们每年到 到中国来 道歉 啊 的这样的一个事工 以艺术和舞蹈的形式 就是向中国人来道歉 去寻找那些乌原安妇啊 还有幸存者啊 真的是 要给他们传福音 真的是 顾一下道歉 所以去年他们有感动要到山东去的时候 是我帮他们就是安排这个行程 我就邀请他们 我一定要到宜蒙山去 因为那个地方是抗战 抗日战争 革命根据地嘛 也是一个流 流无辜人血的一个地方啊 一个战争的一个场地 然后我把他们带到这个摩摩敦 我在那个水井边跟他们讲这个故事 所以他们一群这个 日本的基督徒就跪在那个神井边 为那个地方来祷告祝福 所以 徐妈妈 她的灵力是很敏锐的 当她见到我的时候 她说神让你来 不是让你干这干那的 你是来跟我同工的 因为当时我被拆到那个地方去 我以为是 神要祝福我在职场上的试验 我是怀着一个我自己的梦想去的 但是后来神破碎了我 想按照我自己的仁义去服侍神的这个动机 真的是让我一无所有 什么都没有了 店也没有了 钱也没有了 然后完全的 想互在神的带领当中 放显自己的梦想 就是让神的计划来代替我的计划 然后跟她一起来同工完成了这个影片 谢谢 我就是分享的喜欢